好 再来 这是第一件事情 老师可以观察到学生的地方 第二件事情 在每一个学生的下面这里 有两个按钮 然后老师的主页面下面这个地方 也有三个按钮 那我们现在 这一个按钮是 老师刚刚这一个画布 这是刚刚老师的画布对不对 这个画布的权限 如果我要开放给全部的同学在上面作答 我就把这个按钮点一下 好 这个按钮点一下之后 各位 你看一下你的画布 你的画布上面有一支笔 你现在就可以在上面画记 来 各位可以试一下 现在每个人都有权限 因为老师已经开了权限 你就可以点那支笔之后 在上面写字作答 跟老师互动 跟每一位同学互动 按你们写的东西也会及时在老师的画面上呈现 好 所以这个是权限的控制 好 那我再回来刚刚 这个控制的部分 现在呢 我把权限收回来 好 现在我把权限收回来了 所以这时候你应该画不了 好 你应该不能画了 好 那如果老师只想给单一位学生 比如说我给美音老师权限 我就可以在这里 把他的笔单独打开 那我也给范老师权限 好 这两位 我有开权限的 只有这两个人可以画记 那各位可以再试一下 应该只有这两位老师可以在上面写东西 好 其他老师应该写不了 因为你们没有权限 好 老师 是 我刚用我手机进去我都不能画 现在是只有两位老师有权限 没有 我说刚刚全部可以的时候 我的手机上面说 请旋转你的装置至获得最佳使用体验 你要转成横的 因为他的手机的画面比较小 那所以你要转成横向的时候 他才让你正常使用这个APP这样 你要再试一下吗 我现在把大家的权限都打开 那刚刚那位老师就麻烦你把手机转成横的 就可以正常操作 然后你把你的笔打开就可以开始画画 那你的上面应该就可以看到你画的东西 那如果你是平板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平板的画面比较大 所以老师可以控制个别或者是那个 所有人的权限 然后呢另外这个按钮是讲话的权利 所以如果你要哪一个学生发表 那你就可以把他 比如说玉燕老师 我单独打开你的麦克风 那位同学你就可以讲话 大家就听得到 所以这个是学生的权限 那当然你那边你也要自己开 比如说我给 给王朝老师 开麦 他自己没有开麦 苏老师 我给大家开麦好了 要开启镜头 或麦克风 所以 这个就是 权限控制的部分 那这个是举手的权 权利 所以我当我大家可以举手的时候 就是 你有问题你可以在你的手机上面 举手 那我这个就可以 举完手之后 这个可以让所有的学生手放下 那这个部分是那个老师的仪表板的控制画面 那再来 再来 我们刚刚在老师 这是老师的画布 老师的画布 那 老师的画布上面呢 我一样可以做分组活动 我们现在现场有 有七位老师 那假设我现在要做分组 那我就在这个地方 这边有一个小组 小组讨论对不对 所以我可以点小组讨论 然后呢 我 我这边可以给时间 假设我给一分钟 然后按确认之后 你们就会被分去做小组讨论 那他到底怎么分 分那个组别 在你的控制画面这边 现在我的分组只有一个 我现在重分一下 假设我把它分成 三组好了 假设我设定成三组 然后我点一下开始小组讨论 我一样给 我给两分钟 按确认 这时候呢 他会出现三组对不对 如果你觉得 电脑自动帮你派的组不满意 你可以自己拉 老师可以自己拉 比如说我把 老师分成这 三组 我要谁在哪一组 老师自己可以决定 那么 你的画布 各位老师你可以看一下你的 你现在 的这个画布 好 老师可以看到三个小组的画布 那三个小组在互动的时候 这三个人只能 在 这小组画布里面画 所以你第一组画的画布 第二组看不到 第二组看不到第一组 第一组看不到第二组 那老师可以看到所有小组的画面 老师也可以进去 小组的画面去参与 老师可以进小组的画面去参与 老师也可以回来看所有的小组的画面 然后再看我要去哪一组都可以 然后这个是老师自己的画布 这是三组的画布 让你们三组自己跟自己的小组的成员互动 然后这里是剩下的时间 所以他可以做分组互动的功能 所以还有30秒 所以你看 三个小组现在 你们跟你们的 小组的组员 在那里做互动 那你互动完之后 如果老师要把那个互动的画面存下来 这里右上角 互动完之后可以做汇出的动作 他可以做汇出的动作 所以你就可以把他们的互动资料给存起来 那互动快结束的时候会出现提醒 他会出现提醒 那现在就是 分组结束了 那所以老师就可以回到那个页面上面去 老师就可以回到刚刚的页面了 好 那所以这个是分组的功能 我想在那个 远距的时候应该会蛮好用的 在远距要做分组讨论应该是蛮好用的 好 那所以这个是那个 数位教室的功能的部分 那另外 如果你发现 如果大家都飘走了 都没有专心的话 你在老师的画面上这边有一个 提醒学生专心 手机会出现提醒的讯息 那这个讯息呢 可以设定 这个讯息是可以在 这里去设定的 设定这个地方 你可以 把字改掉 录影 荧幕录影 然后这个是截取画面 截图 然后 然后 这个是 分享老师的 画面 就是老师的那个摄影机的画面 好 你看这边 出现那个摄影机的画面对不对 然后一样是可以做分享 所以这边就看得到 他就会 放一个小视窗在这里 就看你要调在哪里 就把它换位置 可以放 然后这个是老师的麦克风 一样可以把 把画面关掉 一样可以把 那个静音 所以这个都可以处理 好所以这个是 然后这边一样 跟刚刚那个 MyViewBoard一样 这边也可以好几页 刚刚那个是第1页 这是第2页 第2页 所以你一样可以在这里切换画布 好所以你的那个 教材也可以做在这边 那你也可以从PDF去汇入进来 或者是 你从电子书上面截图放进来 也可以 都可以 好这个是数位教室的功能 数位教室常用的功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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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